《春夏音乐导读》 大家好,我是杨千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春夏音乐导读》系列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种相当耳熟能详的曲子 《孟德尔颂的春之歌》 那讲到春之歌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会觉得很知名 那事实上他是选自孟德尔颂的一套钢琴曲集 叫做《无言歌集》 《无言歌》的意思就是指不用歌词的歌曲 那孟德尔颂他可以说是首创了这个《无言歌形式》 或是想法的一个作曲家 他在19世纪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代是有非常多的人在创作艺术歌曲 那艺术歌曲过名思义就是会把很艺术化的诗词 拿来谱曲 所以让这个音乐跟诗词有了很浓厚的结合 那孟德尔颂他身为艺术歌曲的爱好者 他自己也写了很多 但是他觉得只要用钢琴 其实就可以创造出一套歌曲 甚至不需要歌词 换句话说 歌词并非是歌曲最主要的目的 反而是用音乐就可以表达出文字和诗词的意境和美 那这首春之歌呢 其实是因为他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轻快活泼 很具有春天愉悦的感觉 所以也被后人命名为春之歌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春之歌 首先他在跟春天的对应上有什么样相关 他跟我们上一次介绍的舒曼 五月可爱的五月相似 他是一个A大调的曲子 那跟五月是一大调的曲子一样 他们都是生计号的曲子 那生计号的曲子 我们在听觉上面会觉得听起来比较高亢 比较愉悦 比较欢快 那这样子的生计号的曲子 是他跟上次舒曼的作品的一个连结 然后再来呢 这首曲子他是在伴奏上面有非常独特之处 这个伴奏音型我把它形容成 好像在弹奏竖琴一般的一个变化的分散和弦 我在这边弹一下 那孟德尔宋其实在无言歌集里面设计了非常多种不同的伴奏音型 那这个伴奏音型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种 那他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在弹波乐器一样 那我这边联想到的就好像是春天里面的小精灵 在森林里面弹奏着七弦琴这样子欢乐的跳舞和歌唱的一个曲子 好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孟德尔宋的春之歌 这首孟德尔宋的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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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孟德尔宋的春之歌